人生在世,少不了朋友的陪伴,有人说,朋友就像江河中的一夜偏周,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,一定要及时出现,但是交朋友,这不是买白菜,如果交友不慎,可能会坑你一生,这一点生活在古代的老祖宗们,早已经看透并吸取了教训,高山流水一般的知音,文景之交的一泊云天,是很多人都特别期盼的友情,但是这种友情可遇而不可求,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遇到,一旦交友不慎,就会像旁军极闲度能, 坑害孙殿,不仅挖去了孙殿的病骨,而且还想要置其于死地,古人认为交友不慎,人才两空,穷不交三友,苦不求三人,大家在现实生活中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,其中既有心地善良的好人,也有内心阴暗的小人,梅运降临,有端倪,若碰见这些小人,生活中就要谨慎了,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,欢迎订阅酒窝谈国学,唯利是图,损人利己,大家都知道, 小人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,当然,无论是行为,还是品德,都非常低劣,他们唯利是图,建立妄议,自私自利,可以说,生活中这样的人有很多, 他们可以为了一己私利,不惜以伤害无辜的人,而且,为了向上爬,还会屈颜覆势,甘当他人忽来喝去地走狗, 相信很多人都是曾经遭遇过这样的事情,在自己特别富有,或有权有势的时候,身边会围着一群笑脸相迎的人, 即使自己向他们发泄情绪,这些人也不会生气,甚至还会反过来向你赔罪, 一旦遇到了某些困难或问题时,原本以为是知有的人,却突然变脸,不仅躲得远远的,甚至还会落井下石, 因为他们害怕波及到自己,不管你们之前是否每天都腻在一起花天酒地,也不管你曾经帮过他们很大忙, 这些唯利是图的小人都会抛之脑后,说白了他们不害你就已经是仁慈了,狗眼看人低, 据动物学家研究发现,狗之所以会袭击人,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眼部构造所致,因为狗的眼睛类似于凹透镜, 所以他们看人或其他事物的时候都会比实际上小十几倍, 所以才会在发怒的时候咬人,狗眼看人低是一句比较常见的俗语,实际上说的就是习惯性, 瞧不起,看不起或贬低自己的人,这类人总以为自己十分优秀, 所以根本不把其他人放在眼里,如果大家不小心与这样的人交上了朋友, 那么就注定是厄运的开始,因为这种瞧不起你的朋友,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就根本不是朋友, 他根本不会管你的死活,就算是你遇到了困难, 这类人也会认为你是罪有应得,也就更谈不上会伸出援助之手了,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多留一个心眼,避免被人所伤害, 曾经帮助过的白眼狼,每个人都有发达和困难的时候, 人在高处看到的都是笑脸,而深处低谷时看到的只能是冷脸, 所以在人生低谷时,一定要明白这样一个道理, 那就是在交朋友的时候,一定要睁开眼,切记交道小人,恶人或白眼狼, 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人,在自己为难的时候就会求助于朋友, 但是当朋友有难的时候却坐视不理, 这种人在现实生活中就会被称作白眼狼, 如果自己曾经帮助过这类人,那么就一定要及时收手, 因为这类人不仅十分阴险,最重要的是还无情无义, 有一句话叫狗咬吕洞宾,不是好人心, 很多人在遇到这类白眼狼的时候,往往都会特别后悔当初的做法, 为什么要帮助这种人呢? 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,抱怨早已经无济于事了, 只需要记住在落魄的时候,千万不要去求助这种人即可, 因为他们不仅不会帮你,甚至还会提出很多为难你的条件, 这并不是一种帮人的态度,反过来甚至是对你的一种羞辱和奚落, 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看你难堪,因为你越难堪, 他们就会越开心,看到你狼狈不堪的样子,才是他们最真实的想法, 除此之外,老祖宗还语重心长地告诫所有人, 穷默信四世,父母不交两人。 可见处于落魄,贫穷的状态时,一定要清楚地知道如何识人和交人, 有识人很容易因为一念之差而走上不归路, 要懂得与善人交,如入知蓝之士,与恶人交, 如入鲍鱼之寺,霉运降临,肯定有端倪, 往往与所交之人关系重大,人到中年, 越历越丰富,越有体会,穷默信四世,不劳而获的事, 现实生活中总有一些偷奸耍滑的人, 他们虽然生活境遇特别差,但是却不思进取, 做着一夜暴富的梦,实际上在这种前提下, 更应该谨慎,如果有人站出来,说我可以带着你赚钱。 遇到这样的人一定要三思而后行,因为在这个依靠智力才能生存的时代, 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压力非常大,想要单纯地躺着赚钱的人, 简直比傻瓜还要傻十倍,如果都能够不劳而获, 或者说一口吃个胖子,那么这个世界上恐怕就没有穷人了, 钱生钱的是谁都想让自己的钱生钱, 这种想法固然可以理解,但是天上掉馅饼的事情你信吗? 现在有很多名目凡多的投资或理财产品, 基本上都打着低投入高回报的, 这让很多妄想前生钱的人掉入了陷阱。 结果不仅陪了夫人又折兵,盲目跟风的是, 有一句话叫做穷生奸计,父长良心, 一个人在穷到一定程度之后,为了生存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, 当看到别人投资赚到了钱, 于是就将自己仅有的积蓄,甚至去借钱盲目跟风去投资, 就像前几年大算变成了算你狠, 很多农民便跟风种大葱, 结果大葱价格严重跳水, 很多人甚至倾家荡产, 没有把握的是, 谁也不是能借东风的诸葛亮, 更不是能掐会算的袁天刚, 所以在做任何事情之前都应该先做好调查。 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知己知彼, 在这里还要提一下跟风投资的事情, 作为穷人经济本来就比较拮据, 如果还去做一些不确定的事情, 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血本无归, 父不交两人,且抹交势力眼的人, 穷与父和很多因素相关, 在尚未成年之前家底殷实, 那是父母为我们积攒的家业, 当然, 很多有能力的人也可以通过个人奋斗, 最终变成一个基身于上流社会的富人, 在这个过程中, 如果有人在我们富贵时, 不遗余力地向我们靠拢, 这种前提下就应该提高警惕。 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, 谁都想找一个靠山, 这样对自己的发展才有帮助, 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, 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女孩子, 由于生活所迫或性格使然, 在谈恋爱时, 总会被现实所打败, 简而言之就是男孩子没钱, 爱慕虚荣的女孩子就会离开她, 但是当这个男孩子发达了之后, 这个女孩子又会找男孩子复合, 这其实并不是看中了这个人, 他们只是对金钱更亲切而已, 奉劝大家这样的人一定要远离, 因为视力演的人总是本性难移, 不交斤斤计较的人。 每个人都希望和大方, 宽容的人交朋友, 因为与这样的人交往不紧不累, 最重要的是还能对自己有一定帮助, 相反遇到一点事情就斤斤计较的人, 希望大家能够及时杀住车, 千万不要因为面子而拖泥带水, 否则这类人早晚会成为祸害, 人生在世难免要交朋友好友, 但是交朋友一定要有原则, 并且还应该学会识人的方法, 不论是穷人还是富人, 在境遇不同时更应该慎重, 大家要记住老祖宗的教会, 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远离小人, 并且还会少一些麻烦。 苏语是千百年来代代相传的, 是古人智慧的结晶, 这样的句子值得被后世铭记, 对我们的人生处事大有逼艺, 正所谓人生就像一场修行, 每一次伤害都是历劫, 每个人的一辈子都可能, 遇到一个让自己咬牙切齿的人渣, 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在交朋友的时候, 希望都能够三思而后行, 千万不要随便拉过一个人, 就是朋友, 这样不仅是对朋友这两个字的亵渎, 甚至还会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, 观人是一门大学问, 俗话说不听老人言, 吃亏在眼前。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?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内留言,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, 记得点击订阅, 我们下期见。